哈喽各位藏友们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件青三代花间兽瓷器收藏的知识 我也是拿食物给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花间兽这个图案起源于什么时期 大概在终止什么时期 这个很多藏友对这个是比较模糊的 这个花间兽瓷器起源于这个图案起源于康熙时期 终止于乾隆时期 大家注意如果大家在收藏的过程当中 遇到一个花间兽的罐子 比如说别人跟他们说了 说我有一件道光的花间兽 或者我有一件光绪的花间兽 大家注意这种说法都是不对的 你不用看这件东西就不对 除非他自己不知道这个年代 这个花间兽瓷器啊 最晚是乾隆时期 康熙时期呢 做工最精致 胎脂呢 成糯米胎 化工呢 也最精致 然后啊 今天这个 给大家讲这个知识呢 同时结合昨天一个藏友 粉丝 问了我一件花间兽 他是自己淘到的 当然了 他淘到这件东西是新房品 我给大家拿这件东西呢 是一件康熙时期的花间兽小罐 这个罐啊 在花间兽 同类藏品当中呢 算是顶级的藏品 没有之一 这也是我留的 最好的花间兽之一吧 大家看他的画工 看他的右面 画工非常精致 青花发色 一流 右面呢 成紧皮靓柚 这个东西啊 他的补完行的 统称是叫人头罐 因为是人头大小 所以称为人头罐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件呢 是让大家如何驱喷 精致的花间兽 一般的花间兽 刺的花间兽的区别 我给大家拿这件东西 是典型康熙时期的花间兽 胎脂 呈糯米胎状 画工 精致 顶级的棒 右面呢 是紧皮靓柚 我把镜头给大家撞过来 大家看一下 他的胎脂跟画工 方便大家在以后 收藏花间兽 瓷器当中呢 有一个基本的 大概认识 自己能区分 什么样的瓷器精致 什么样的不精致 这个在古玩行啊 有一句话 是这样说的 祸好一分 价差千里 大家注意啊 这种花间兽的瓷器 很受藏家的欢迎 而且精品的花间兽瓷器 很难遇到 像这么精致的 可以说是算一顶一的 很难遇到 我把镜头给大家转过来 大家看一下 一边看呢 我一边给大家解说一下 好 大家看一下 我把镜头给大家转过来了 大家先看一下 康熙的花间兽的右面 大家注意看啊 它是紧皮亮柚 它那个上边的划痕是使用痕迹 我们再看它的青花发色 接近于脆毛蓝的发色 右面称紧皮亮柚 然后我们看它的胎质 从它的口部漏胎处 大家看一下 它的胎质 非常的细腻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糯米胎 很多藏友 很多藏友见到这种精品的花间兽 机会是不多的 我给大家分享这个视频 希望大家能学习到 然后我们看这件瓷器的胎质 底足 成糯米胎状 大家看了吗 这个瓷质是非常非常的细 胎质呢 是非常非常的坚硬 紧皮亮柚 这是我收的花间兽 人头罐当中 最精美的之一 分享给大家 也是很多藏友关心的问题 今天呢 关于这个花间兽瓷器收藏方面的知识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也结合食物 给大家提供了参考 让初学的藏友或者中学的藏友 都有一个基本的判定认识 对比参照 同时啊 在最后啊 我也把昨天一位粉丝朋友 给我发过来的一个 现代防品的花间兽 给大家展示出来 供大家参考 他这件防品的花间兽呢 从两点我给大家说一下 首先这位粉丝拿这个罐呢 如果我们玩瓷器玩的比较精的话 经验比较多的话 从第一张图片 口部图片 就可以判定它为现代防品 不用看其他的了 然后我是给大家综合的来说 供每个阶段 初学中学的藏友 来区分一下 这个藏友拿这件瓷器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口部跟底部 胎质非常的疏松 这是其一 首先它这个就是低防品 我们一眼 如果你玩瓷器玩的精的话 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其次 它这个底部 底圈足这个地方 做工不规整 做工不规整 底圈足跟底部结合的右面 角度就不对 这是需要在我们收藏瓷器当中 自己不断的体会 角度就不对 其次 它的画工 这件瓷器的画工 呆板呆滞 平铺一样 没有任何的神韵 这个也需要我们藏友 在收藏过程当中 自己不断的总结 看了理论知识之后 结合自己的实践 再多总结一下 多上手一些 才能更好的区分 这样我们收藏瓷器 才能更好的进步 感谢各位藏友们的欣赏观看 欢迎大家互动留言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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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